七岁女童为何生活在救助站 在她的心目当中 可能我们就是坏人 要去做一些伤害她的事情 为什么她口口声声 喊的妈妈却不是亲生母亲 通过这个鉴定 我们能够认定 没有血缘关系 国内首例异地撤销 父母监护权的背后 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 被出租的女儿 热线十二正在播出 2017年6月2号 安徽省邦步市邦山区人民法院 当庭宣判撤销湖南省道县村民 何某李某夫妇 对女儿的监护权 这也是全国首例 异地撤销监护权的案例 此事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法院为何异地撤销亲生父母的监护权 小女孩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要从一个报警电话开始说起 当时应该是在2016年的6月20号下午 16时许 当时我在值班 接到我们辖区 钓鱼台一个药店 员工报警称 有3000元的现金被盗了 接到他的报警之后 我们的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接到报警电话 安徽省邦布市公安局 余惠分局重案队的民警 立即赶了过去 正好它这个属于一个国营的药店 药店里面有这个监控录像 覆盖的还比较全面 随后办案民警 立即将监控录像进行了调取 反复地盐看 发现在下午16时20分左右 当时这三个女性在里面买东西 有一个身材比较瘦一点的 当时穿着是一个米色的外套 非常的长 明显就是好像不是太合体 正好从这个位置 进了他们这个更衣室 然后在里面待了接近有半分钟 左右的时间 然后又出来了 当时我们对这个体态 比较瘦小的人 也常常怀疑 出来之后 这名女性瘦一点先走的 然后他们三个之后 随后也走了 从监控录像显示 在前前后后大概几分钟的时间里 就是这名身材瘦小的人 在其他几名女性的掩护下 前入员工休息室 盗取了药房工作人员的钱财 她非常专业 在很快的时间内 20秒左右的时间 把我们三个人的包全部打开 钱包里面的钱全部拿走 三个包 20秒 小时就在这里面 这个屋里面 然后她把我们的包里面的钱包拿出来 然后把钱 把钱包里面的钱拿走了 她所有的卡 身份证她都没有拿 只拿了现金 包括我们放在包里面的 夹层里面的零钱 几十块钱的零钱 不管是百元大钞 还是放在包夹层的零钱 她全部都拿走 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这个身材瘦小的人 竟然将三个包内的现金 都洗劫一空 甚至连夹层里的零钱也偷走了 这让刘女士十分吃惊 画面上这个瘦小的人 她利用同伙掩护 成功在二十秒内 偷取三个包内现金 速度敏捷 处事不惊 这让办案民警判断 他们一定是一群惯犯 她这个作案手法的话 应该是非常的熟练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要比我们一般 所见识到的一些 包括男性的 这些盗窃嫌疑人的话 速度都要快 后期我们就是把监控录像 进行了反复地严看 初步确定冰为女性 一波未迭 一波又起 发生了一起 和我们的同类型的盗窃而言 频频发生的盗窃案 作案手法如此相像 他们究竟是何人所为 是一个比较显熟的一个惯犯 瘦小身影的真实身份 到底是谁 后来看到监控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挺震惊的 我从来不见 被出疏的女儿 热线十二正在播出 正当办案民警对调取的监控录像 反复眼看的时候 警队的报警电话又一次响起 在辖区内的一家干货店被盗来 奔山峡区新天地菜场 这个报警是一对老年夫妇 警方迅速赶到老年夫妇的干货店内 询问后警方发现 在这里同样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四个先生以购买干货为名 左看右看 然后左挑右挑 另外一个身材比较瘦小的 就刺激 拱到了别人的收银台下面 然后实施盗窃 似曾相识的作案手法 似曾相识的瘦小身影 让胡队长立即联想到 几个小时前的药店盗窃案 四个先生在我们与汇区作案之后 搭乘出车到了奔山区 接着就在他们的这个店里面 采用同样手段 盗窃过之后呢 也是迅速逃离现场 一个小时内连续发生 两起沿街店铺被盗案 这让胡队长开始怀疑 这两起案件 很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于是中案队将嫌疑人 锁定在出现在药店的 那几名女性嫌疑人身上 这时监控素材里的 一辆白色轿车吸引了他们 通过我们这个视频里面看了 发现这四名嫌疑人 女性嫌疑人 上了这台白色的轿车 办案民警立即锁定监控录像中的 车子的车牌号码 对他展开了部署与调查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信息检索了 发现它是我们租车公司 下面的一台车辆 然后我们就立刻就跟当地的 这个公司进行了联系 警方获取了租车人的相关信息后 发现这个租车人和当天 接应女性盗窃团伙的 竟然是同一人 案件比较这个程度 就发现基本认定 家属 这个开车的驾驶员 一共有五名嫌疑人 警方从监控录像中 在副驾驶上 看见了作案的瘦小身影 前排的驾驶员是一个成年男性 坐在前排的 我们通过视频分析 应该是这个 我们在案件过程当中 那个比较瘦小的一名嫌疑人 手里面抱了一个熊的布娃娃 大岸民警在租车公司 提供的线索中 追踪到了这辆车子的GPS信号 而那个时候 接应车辆的定位 已经在河南省郑州市 蹦步警方随即决定连夜出发 前往河南郑州 这样大会听好了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车辆的GPS信息 显示车辆就在这附近 当天夜里我们赶到这个郑州市的时候 发现这辆车停在河边 以空旷的停车场内 我们对这个车辆进行了命运增长 发现这个车内没有 我们需要抓捕的这些闲鱼 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 对这辆车进行命运收工 蹦步警方整个夜晚 不共在白色车辆附近 可到底这些犯罪嫌疑人 是在附近休息 还是已经换成其他交通工具套领 对于这些不确定的情况 民警们目前只能坚守等待结果 一直守候到第二天早上 七点钟钟 我们发现南京前 拎着很多大包不小心力 缓缓地走向这个车辆 我们这个民警将他们现场抓获 等到这一名男子的成功捕获以后 紧接着几位的女性嫌疑人 也是来到了这个停车地点 我们就顺利地 把后面赶来的这几名女性嫌疑人 和这一名女性儿童 也给成功抓获了 面对这个成员构成复杂的犯队团伙 白民警此刻并没有成功抓捕的振奋心情 相反 在回城的路上 大家都很沉默 神情也十分凝重 因为直觉告诉他们 这件事情可能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嫌疑人归案 案件却已变重重 所有的案件当中 亲一色的全是女童 为什么她口口声声喊的妈妈 却不是亲生母亲 7岁女孩为何出现在盗窃团伙 当时我们也非常地疑问 是被拐卖还是另有原因 被出租的女孩热解杀正在播出 犯罪嫌疑人归案以后 药房失气的刘姓工作人员来到公安局 面对这些犯罪嫌疑人 药店刘某对身材瘦小的人的指控 也让自己很是痛心 本来我们以为是大人 其实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 就是其实真的心里挺难过的 特别难过 就想到的是一个孩子在犯罪 然后心里也说不好 梁琪盗窃案中 伸手敏捷的瘦小身影 竟然就是眼前这个瘦弱的小女孩 办案民警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应该讲我们当时所有参战民警 都非常的疑问 这个让我们苦苦寻命的 这个矮个子的嫌疑 呈现在我面前 是一个七八岁左右的这个女童 面对药房刘女士和办案民警 小女孩始终不愿多说话 但她的神情让大家若有所思 一眼见她就是一个孩子 然后在审讯室里面见她的时候 就不是一个孩子 像是一个做错事情 但是我又不想承认的一个大人 这个小女孩的眼神 没有任何和同龄人相仿的这种统真 看到眼前这个孩子 心痛的胡队长决定 一定要把盗窃案件调查个水落石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女孩的一个举动 再次让现场所有人始料不及 当时她第一次喊她妈妈 我记得是在询问这个小女孩的过程中 她是双手是紧紧地抓住犯罪嫌疑人的胳膊 无时无刻地都跟着犯罪嫌疑人 她的肢体语言已经告诉我们 她是很依赖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她应该说喊那只妈妈很不自然 应该说是在那种眼神示意下 包括语言的那种刺激和鼓励之下 不自然地喊了那只妈妈 被小女孩紧紧抱住的犯罪嫌疑人何某 真的是这名小女孩的母亲吗 办案民警立即对何某展开了审问 通过对何某的这个询问呢 她说这是我女儿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全国人口库查询 查询不到这个符合年龄段 这些相关人员 何某口口声声称小女孩就是她的孩子 但面对民警接下来关于女孩信息的询问 她的回答模棱两可 当需要她回答其他具体信息时 何某更是支支吾吾 这令胡队长产生了高度的怀疑与警觉 她报的信息都是无法进行核实的 再问呢她就辩解 这个小女孩没有上户口 为了弄清真相 民警们决定对女孩与何某进行亲子鉴定 女孩与何某的比对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果然不出民警们所料 女孩与何某之间确实没有血缘关系 然而更大的疑云出现在胡队长的心底 嫌疑人何某和女孩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通过查询先人 她的这个家庭情况 她的家庭也有儿子 也有两个女孩 得知这块情况之后呢 我们和当地的派出所 包括村里面进行了联系 那边给我们的回复是 她这几个孩子都在家里面 所以我们当时看呢 也许这不仅仅是一个 道歉案那么简单 我们怀疑这有可能中间 或许还存在着这个贩卖儿童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这么一个情况 胡队长连夜对何某 再次进行了审问 在证据面前 何某只好承认了犯对实施 以及她和小女孩之间的关系 在当地那一块 就是很多女性嫌疑人 出来盗窃的时候 会到别的家 租一个孩子过来 带在身边 父母亲出租孩子 作为赚钱的方式 在审问何某的过程中 警方了解到 在湖南这个地方 出租孩子这种行为 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能够得到 犯罪团伙的青睐 有犯罪前科的孩子 一般肯定会比较受欢迎 因为一般犯罪团伙 带一个有犯罪前科的孩子 那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办 跟他们配合的就比较好 这样她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在小女孩所在的 这个犯罪团伙中 最小的孩子年龄只有四岁 那么这些孩子 进入犯罪团伙以后 平时又是如何生活的呢 通过他们作案的 这种手段和速度 能够看出来 应该说是经过训练 训练的时候 作案手段非常娴熟 包括他们之间的 互相配合的默契程度 察言观色这个能力 应该是非常的好 这些孩子跟这些犯人 平时在一起 其实孩子的生活状况 也很糟糕 他被父母长期的租用 所以他在外地 他根本没办法去 进行他的学业 在跟着犯罪嫌疑人 在外流窜作案盗窃的时候 他生活也是居无定所 这些被父母 租给犯罪团伙的孩子 从此过着与犯罪团伙 一起四处作案的日子 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们便开始逃窜 每天食不果腹 提心吊打 作为母亲的我来说 我的内心是比较震撼 和比较心痛的 中国也就俗话 我都不识子 对于自己的孩子 亲生父母可以明码标价地 以每日200到500元 或者每年5万元左右的价格 出租给犯队团伙 其中很多的父母 甚至还会因为 对方出租价格太低 自己孩子偷盗技术好 与租孩子的犯队团伙 进行讨价还价 而在那些被出租的孩子中 女孩子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说他们利用了被害人 对小女孩没有防备心理 她这个身材还小 便于隐蔽 便于伪装 实施盗窃 而且容易得手 外流盗窃 是这些贩败团伙的一贯做法 他们一般不在本地行窃 而是放眼全国 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各大城市 我们发现了此前 一般都是在经济 比较发达的地区 江浙户 甚至广东地区 此类型犯罪 是比较高发的 犯罪团伙成员 为什么选择孕妇和儿童 三个行星先生到案之后 纷纷表示自己怀孕 他们分别有着什么作用 做到会有奖励 小女孩亲生父母能否找到 她将何去何从 被出租的女儿 热线十二正在播出 警方通过对犯罪团伙中的孕妇 进行了进一步审讯 这起孕妇儿童外流盗窃案件的 所有犯罪情况 已经基本清楚 这一个犯罪团伙 里面有女嫌疑人 有儿童 还有男性嫌疑人 怀孕妇女 引起电源注意 在成功吸引电源 包括被害人注意力过之后 这个女童刺激 潜入收音台 包括更衣室 包括他们搭载 这个店内的这些衣物 进行翻找 盗取现金 对于租来的孩子 犯罪嫌疑人 平时通过一些 做游戏的方法 教会他们如何迅速找到钱 完成盗窃过程 而天真的孩子们 还单纯地认为 这只是犯罪嫌疑人 与他们做的一种游戏而已 他们跟我说 做这件事是好事 做到会有奖励 做不好会来打 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犯罪团伙还会用一种怀孕盗窃 不入期盗窃 然后再怀孕 再盗窃的手法 为他们换取利益 甚至于有的人 让自己生下来的女孩子 从小学习偷窃技能 然后长大一点 粗借出去 以此来换得利益 而当这些女孩子成年以后 她们又继续重蹈覆辙 继续怀孕盗窃 基本上都是 身边是带有孩子的 或者是在哺乳期的 或者是正在怀孕的 都是这种情况 她肯定也是抓住了 这个法律的空档 但是天网灰灰 说啊不漏 你一旦犯错了 你肯定要对你的行为 付出相应的代价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七条规定 因不满十六周岁 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他们的家长 或者监部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于是中案组开会决定 一方面继续追踪调查 小女孩的亲生父母 一方面先将小女孩 送到盆部式救助站生活 与往常一样 救助站工作人员陈文问 照例对刚刚进入救助站的人 进行日常检查登记 然而在登记过程中 她发现这个小女孩 好像和别人不一样 于是她找来救助站礼站长 工作人员找我的时候 发现这个孩子 见到我们就哭了 也不愿意跟我们交流 让她感到的行为非常古怪 陈文问对这个小女孩 在心里始终认为 她与其他人不一样 于是她很留意地观察这个孩子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的四肢都是不能动的 然后不停地就浑身巴抖 然后也不能上心 就生活都不能自理 吃饭穿衣服都是我们给她喂饭 衣服也是我们帮她穿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她有点 好像不像是个正常的孩子 有可能是个残疾的孩子 这是语言上面 或其他方面的残疾 为什么小女孩来到救助站之后 四肢一直发抖也不说话 这让所有人都心生疑虑 于是救助站请来了儿童医生 对她身体进行全面检查 我经过检查 这小孩四肢正常 没有残疾 医生的检查结果 让大家暂时放下了心意 然而心细的陈文文 再次发现了小女孩的奇怪举动 就是之前呢 我们就认为她是 好像孩子是残疾的 或者是就是生理上有什么问题 后来发现她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我们每次给她送饭 或者去照顾她的时候 就是刚进门的那一瞬间 会发现她从那个被子里面 偷偷地在看我们 在观察 我们会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推断出来她这个行为 或者是表现出来这个行为 应该是假装的 在她的行为当中 可能我们就是坏人 我们在要去做一些伤害她的事情 小女孩的成长经历 让她对周围所有人都心生戒备 因为她那个动作有点像 就是罪犯被警察抓到之后 她就抱着头蹲下来 躲在那 就是有点像那个罪犯被抓到了 那个痛苦 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她是一个童年当中 没有经历过正常童年 没有一个愉快童年的孩子 就是她所表现出来的就是 让我感觉到她可能是一个过早 接触到社会阴暗面 然后成长的一个孩子 为了尽快找到小女孩的父母 李站长再次尝试和女孩沟通 希望能得到一些信息 以方便他们对女孩进行救助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 在跟她交流过程当中 她还是不愿意说话 一点父母的信息都没有告诉我们 情绪很低 我们工作人员看后也很急 同时也感觉到很沮丧 寻找起来她的家和她父母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她在我们这儿也生活了一年 就是我在平时生活照顾她 还有在做心理辅导的时候 我都会就是侧面地问问她 我说妞妞你想家吗 你想爸爸妈妈吗 她都是摇摇头 在救助站里平静安稳地生活 也让小女孩逐渐与其他人开始交流 然而在交流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发现 这个孩子竟然没有上过学 在我们这边 正常孩子六七岁就开始上一年级了 经过讨论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决定 将小女孩送到淮远县茅塘小学 当时我们也考虑了几个学校 后来最终还是把 送到刘萨生之家 是这样考虑的 因为市区很多孩子 他们晚上都有爸爸妈妈接他回家 这样的话 孩子的心理落差会更加大 到这个学校呢 它是技术式的 所有的孩子 他们都在一块生活 这样会很快地融入他们 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小女孩 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第一次走进了学校 但她并没有像其他同龄孩子 那样开心 她始终低着头 不敢多说一句话 第一天来学校的时候 就看到她感觉到很陌生 对这个地方东瞧瞧 西望望 但是就是不说话 你问她什么她都不说话 进入了校园的小女孩 慢慢地适应了 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她的性格也开始逐渐回归正常 我说你在哪里过得最开心呀 她会说在学校里过得最开心 她第一次拿到一百分她非常地兴奋 她拿到考试卷子 然后非常欢喜地跟我说 小兰看我考了一百分 对我们就在青年上 变化特别地大 周末带她出来玩的时候 离得很远她就会赶紧过来 抱着我 阿姨你来了 阿姨我都想你了 在这个七岁的女孩身上 她经历了太多正常人 无法理解的事情 未来的路还很长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也都希望她能够健健康康地成长 我希望她回到家乡之后 能够坚持好好地上学 自己能够自力更生 另一边根据犯罪嫌疑人 何某的交代 大岸民警在上海某个出租屋 见到了小女孩的父母 这个女孩的父母呢 应该说是长期带着一个小男孩 生活在上海 那边有一个 他们当地人聚居的一个地方 父亲无业 母亲呢 也是因为同类型犯罪 被多次打击处理 已经两年没有见到 自己女儿的父母 竟然对女儿在外面的生活情况 漠不关心 他们反而为女孩 可以给家里挣钱感到高兴 对于出租女儿的事情 他们始终不认为伤害了孩子 她的母亲也是个怀孕的父女 通过对她的问话 包括对她的前科 包括社会阅历的这个调查 她的母亲 也是这种多次 采用同类型手段 是盗窃的一个监人 也被判过几次行 她父母这个行为嘛 触发了法律 对孩子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特别是未成年的孩子 从小呢 受到这种错误的 甚至是犯罪行为的这个指导 使孩子走向犯罪到了 现在开庭 公共市崩山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 今天依法公开审理 申请人公共市救助管理站 诉被申请人 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案 为了小女孩的未来 邦步市救助管理站 依法向邦山区人民法院 提交申请 希望通过申请 撤销女孩父母的监护权 依法为孩子 重新指定合格的监护人 从一岁开始 就没有履行 对合理的监护责任 就是说她还说 小孩子一岁多 我们就没有照顾 其实我们 一直都是我们 让我们教了爷爷来 我们就过完了年 就出去打工去了 回去调查 他们就调查清楚 是个误会的 就这个孩子是有人照顾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孩子的父母 也在外面打工 几乎是没有时间 照料这个孩子 那他怎么被 和他带走的 他知道 他换在家里 他就是说我公子不好 不过他们在家里带着 对不对 他一下子带着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 他说是他 我也带着去了 根本就没有想到 说什么 黄远就可能把一个小孩子 就怎么回家 对不对 这个带他孩子的这个人 跟他们都是认识的 所以法院最后也认为 他们是默认他这种行为 默认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同乡 带他的孩子出去进行盗窃 我们认为他父母是一个默认 这种行为就严重地侵害了 孩子的正常的生活和教育 他以经济力为目的 逐渐给他同乡夫妇 从事头脑心 这种行为性质非常高 已满七周岁 达到了入学年龄 但是没有到学校 接受义务教育 被申请人侵犯了 和受教育权 他在家里也上学 上幼儿园 怎么也上十多 他上过两个 之前没有上过 一直跟着这个 这个所谓的父母 进行从事一些偷盗心 因为这个孩子呢 他从这个成长环境当中出来 从生下来 一直到成长到八岁 他有可能就 就是他所做的所有事情 是非观什么 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所有人灌输给他的 就是那个犯罪行为 是正确的 我们如果去帮助他 让他上学 他可能认为 那个时期是错的 所以他的价值观 如果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可能成长以后就是扭曲的 有可能会形成反社会人格 我们知道 孩子从一出生开始 其亲生父母 就是其监护人 法定的监护人 当然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 孩子在自己的父母身边 是最快乐 最幸福 但是 当孩子的父母 作为侵权人 侵犯了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时候 那么 作为申请人 也就是 国家机构的救助站 那么 我们应当履行 国家的职责 刚刚你对我说的 和我们救助站的车期 吃饭要喂 上床要抱 抱头痛哭 表示怀疑 我认为 这种现象 也就是我们要取消你 监护人资格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现象 也正是因为 你们夫妻两个 没有很好的旅行 检护证 而造成的 因为他这个父母呢 让孩子 跟着他的这个同乡 然后在外面进行盗窃 据我们了解 就是跟随的这个女的 盗窃的就是次数很多 在公安有记录 我们认为这个行为呢 非常恶劣 他这就是 间接地说是 孩子在参与盗窃 法院在调查取证后 对小女孩的监护权归属 也有了判处结果 我们经过调查和了解 他的爷爷奶奶 在当地务农 具有这个监护的能力 然后经济条件也不错 所以我们把这个监护权呢 指定给了他的爷爷奶奶 小女孩被爷爷接走了 犯罪嫌疑人也落网了 所有人都不愿看到 租赁孩子的悲剧 再次上演 这些犯罪团伙会构成 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他的刑期一般是三年以下 拘役或者罚金 情节严重的 可以构成三年以上刑罚 那么把孩子出租给盗窃团伙的父母 又应该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 如果女孩父母明知是犯罪团伙 利用女儿进行巴切 还叫女儿出租 这行为本身是可能构成盗窃罪的 虽然本人没有实施 但他利用了没有达到 法定责任年龄 缺乏辩认控制能力的人 进行犯罪 我们称为间接正犯 也可能构成盗窃团伙的帮助犯 如果盗窃团伙 利用小女孩窃取的数额 大于出租费用 要根据重罪处罚 盗窃罪数额较大的 一般出三年以下有去徒刑 局域或者管制 数额巨大 是三年到十年 数额特别巨大 出十年以上有去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打击犯罪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天职 公安机关将追根溯源 对于有些父母 为了奴取私利 将孩子出租给他人 实施盗窃的这种行为 我们必将严厉打击 第一个基地 在证明中 数颗 这边I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